來 鄉親啊 三不五時 我們在雞樓旁 看著穿破衣服 都在九座房面上在睡的雞腰 你可能會認為 他們都是因為辦公室 不要做運氣 但是根據到調查 有重點九層的雞腰 其實都有工作 但是為什麼他們的流浪 雞頭 他們到底有什麼好種呢 來看我們的報道 暗時七點鐘來到台北車頭 問到有幾百雞腰 拿著生活的機會倒在樓邊 有的在睡覺 有的做法在開工 做家庭主義關係 沒關係 團體生活更完喽 做算工 二十八了 但這個大高 就是決定要做生日的渡南園 因為這是南山門 國外賣國拿手棒 日常的雞腰骨 朝觀委員會不一樣的角度 看台北車頭 舉牌的時候 放下去 我們是要趕快找個公共電話 然後回報給公司 離岸間中的台北車頭 可能這是九龍江湖的渡中地 不過對像雞胎骨這種雞腰來說 這是他們的騙風港 很多人都睡在有沒有 這個凸起的地方 為什麼會選在這個地方 因為第一個 這邊通風良好 每天晚上都要去拿紙箱 墊在...墊在底下這樣睡 不只睡在地下的停車場 靠爪崩 人行都 當作面穿跟麵皮 過一天 算一天 沒錢要放家當的時候對不對 都把家當堆在身邊 台北車頭變成他們的家 為了好 還有一個人 體會這些雞腰 流動的人生經驗 小團體推出 雞腰帶你七頭的雞腰活動 那就是會有當地的 也是無家者介紹 英國那邊 一般人看不見的城市風景 如果可以拿回來台灣沿用的話 也是一個很棒的創新的方案 那這些路線都是我們 為這個人的生命故事量身打造 雞腰活動以雞腰的時刻 表現出不一樣的 生死鳳貓 放東西的骨子是他們 鐵疼的骨子 小狗看到的鋁子 來面對都是他們的機會 另外一邊 要來入圖青年隊的雞腰 青腰經驗雞腰 免臨的困境 天地就跑一頭 地板到找路 這項年的雞腰 看雞腰 想要過一隻 就要做事來探知 青腰驚一座才知道 並不簡單 其實有家者不等於是雞腰 因為有些七成以上的 無家者其實是有工作的 是 適色一點 看雞腰無依禮講的 我真的跟 雖然說這是雞腰 但是已經好朋友是 很少路動的學生 爆竄啊 比較有趣的方案的設計 可以更容易去引起 青年志工的一個興趣 那將來他們在做 可能在桃園 在做一些志工服務的時候 可以融入這些關卡 有協會在做義賣的活動 那我們希望可以幫助 我們的無家族 因為 所以都請社工主義學生 關心董寶家 日董寶肥貴 這次透過遊戲 為上餐出門回收 了解每一個無家人 別人不知道會過去 有人之前是訂製西裝 或者是之前是個大老闆 但是 誰都沒有想到 自己會變成這樣 用動力心 背負第一站的機油 希望可以改變社會的健康 在回去的半路 幫助人 讓這些機油 有夠站起來的力量